Hello 大家好 朱昌道 清貿口岸的開通儀式 今天9月8日早11點已經舉行了 由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成 和廣東省省長馬興瑞等出席主持 口岸在下午3點就正式啟用 據了解早在下午3點半已經有居民到場等候通關 搭首扶電梯上到去當然要檢查健康馬 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型通關模式下 清貿口岸出入境旅客是無需經過兩道關口 接受兩次檢查 只需要在一個大廳排一次隊集中接受一次檢查 就可以完成雙方出入境查驗手續 人均通關時間據說少過30秒 因為通關很快 所以不見有人聚集停留 隨隨便去 據治安警表示 50條出入境合作快捷查驗通道 兩條人工通道下午已全部啟用 亦會因應口岸啟用適當部署警力 而口岸整體運作暢順 現場的人流非常有秩序 只是有部分市民未習慣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模式 需要由警員提醒 又到廣告時間 在清貿口岸附近 請就小學正對面的愛果園水果專賣店 水果日日新鮮直送 當然有一款適合你 出名的雪梨牛油果汁超好喝 走過路過真的不要錯過 好,我們繼續說 清貿口岸是澳門和珠海市第五條六路跨境通道 設有100條自助通道 24小時運作 設計日通關流量達到20萬人次 有效緩解拱北口岸節假日通關壓力 那邊逢節假日成幾十萬人過關 而且口岸直接連接港珠城軌 大家坐車都很方便 而居住在青州台山區附近的居民 都認為清貿口岸過關比關閘更方便 往後會多些用這個口岸出入境 不過大家要注意 港澳居民除了拿身份證回鄉證之外 一定要事先登記澳豬自助過關才行 才可以用這個口岸 好了,這一集就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拜拜